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海民爱生活 交通对于人类的发展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交通不发达就会导致国家落后 印度和我国一样是个人口大国 如今我国的桥梁和高铁技术不断的创新和提高 很多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都对其竖起了大拇指 而印度呢似乎和我们国家较正劲了 见中国建造起了超级高铁 印度也宣布他们要建造超级高铁 而且还是时速1100公里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前段时间印度安德拉邦经济开发组与HTT签署了协议 要建印度开发超级高铁运输系统 HTT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它是目前全球仅有的两家超级高铁公司之一 大家都知道印度的交通是出了名的混乱不堪 基础交通设施还非常缺乏 各种或者他们国家人口是不受控制的 人们一提起印度的铁路交通都会想到那人挤人的画面 简直比我们中国的公交车还要拥挤 在基础铁路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之下 开启修建高铁计划 印度人民的反应是很冷淡的 他们觉得这个项目跨越性非常大 还是希望政府尽快改善现有的基础交通比较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